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本人不仅为中国做事 甚至还不惜献出生命 他们的行为完全可以称为伟大 尤其是八路军中的日本人龚川英南 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一个 龚川英南是一个日军士兵 他进入中国的时间非常早 在1931年就来到了中国 在中国十年 直到1941年7月 再一次战斗中被八路军俘虏了 被扶植出 龚川英南像其他日军一样 对八路军的教育不当回事 直到后来 他亲眼目睹了我军的艰苦 自己没有吃的 却把好吃的留给他 对他关怀备至 在八路军的教育下 龚川英南对日军侵害中国有了很深的认识 他积极地帮助八路军 为抗日做贡献 龚川英南并不是上前线 而是转做政治工作 作为一个日本人 由他去做日本人的思想工作最合适 于是 在金浦铁路沿线 龚川英南用日语对日军手提喊话 同时还散发一些日语传单 起到的效果非常好 为此 日军派出大量军队 要来围剿龚川英南 并且还发出高额的悬赏 一次外出工作中 龚川英南和一个中国战友李洛夫一起 由于太过疲惫 两人在村子中休息 遭遇日军的扫荡却浑然不知 等发行时 日军已经包围了他们 两人躲在草垛之中 眼看日军就要发现他们了 此时龚川英南跳了出去 先是开枪打死了几个日军 然后自尽 而此时 日军忽略了藏在草垛中的李洛夫 很显然 龚川英南这样做 就是为了救李洛夫 逃过一劫的李洛夫回去找到部队 从日军手中抢回了龚川英南的遗体 葬在他遇难的村邦附近 此后每年 李洛夫都会去给龚川英南上坟 直到1983年 当地长青县政府出面 把龚川英南坟掀入 新建的烈士陵园 李洛夫一共为龚川英南坚持扫墓61年 李洛夫在临终前 嘱咐自己的孩子 继续替自己为龚川英南扫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都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